自从江泽民病危或病死的消息传出以来 如何给江泽民改观定论 已经成为中共当局极具争议和头痛的事情 甚至由此引发政治斗争 江泽民的生平劣迹也引起了海内外各界的关注 本台对江泽民的恶行丑事将做出系列报道 今天的话题是江泽民的二奸二甲 2009年12月5号 中共二战史研究会会员吕嘉平发表公开信 关于江泽民的二奸二甲和政治诈骗问题 与要求调查的呼吁 并呈交给中共中央和胡锦涛等领导及部门 揭露江泽民曾是日伪汉奸、苏俄奸系 以及贾党员、贾烈士子弟的问题 公开信揭露 江泽民的生父叫江世俊 日寇清华初期他投靠日本 改名江冠谦 担任汪精卫委中央政府的宣传部副部长 是一个货真价实卖国求荣的日伪大汉奸 江泽民1943年在扬州高中毕业 父亲把他送到培养汉奸精英的伪中央大学就读 并加入了汉奸反共组织接受培训 曾受到设在上海的日伪特工总部头目丁墨村和李世群的接见 并合影嘉奖 丁墨村是清华日军间谍总头目 陆军大将土肥元贤二的得力助手 1945年日本投降后 江泽民成为国民党政府追查承办日伪汉奸的重点对象 对他发出通缉令追捕捉拿 江泽民以名买性躲避 后来国民党政府取消对汉奸委学生的审查甄别 将回到与伪中央大学合并的上海交大继续学业 1989年 江泽民出任中共总书记不久 南京大学在整理旧档案时 发现江泽民在南京大学前身之一的伪中央大学就读 并找到了他当年的成绩单和贴有照片的借书证 90年代初 江泽民特地访问了南京大学 江泽民本人和他的父亲明明是日伪汉奸 可是80年代以后 江却变成了革命烈士子弟 江自称曾过继给他的叔父江上青做养子 江上青1929年加入共产党 抗战期间负责安徽国民党地方政府及武装的统战工作 1939年 被乱枪打死时才28岁 江泽民是江氏家族的长房长孙 江上青只比他大15岁 江上青的女儿 江的堂妹江泽慧发表的纪念江上青烈士 牺牲70周年一文中 具体描述了江泽民过继经过 但谬误百出 吕家平在公开信中指出 江上青是抗日的中共高级干部 他的哥哥江世俊 也就是江泽民的父亲 是一名反共的日伪高级官员 两人是不共戴天的敌对关系 江世俊如果把江泽民过继给被日伪打死的共党之地 等于给自己戴上通敌的红帽子 李嘉平表示 江泽慧2003年曾经说过 江泽民没有过继给他父亲江上青做养子 过继之事这是江自己说的 李嘉平在公开信中揭发了江的假党员问题 中共公布的江入党时间是1946年4月 而当时他躲避国民党政府的汉奸通缉后 刚回到上海 他的入党介绍也不符合规定 而且入党介绍人 王嘉游是江在伪中央大学的同校同学 李嘉平指出 江泽民是在1956年留苏回国后 集体办理入党手续时才入的党 据国外情报部门资料披露 江泽民被派往苏联学习和工作期间 苏联克格勃派出一位色情女间谍克拉瓦引诱江就范 江在几年内暗中向克拉瓦提供了收集到的中国各种情报 而江在当上中共总书记以后访问俄罗斯时 俄总统叶利钦专门把女间谍克拉瓦请出来 与江泽民单独见面 让他俩重续旧情 而江泽民则把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北方领土拱手出卖给了俄罗斯 去年8月 李嘉平完成了关于江泽民的假中共地下党员问题的最新证据的报告 他当时接受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采访时说 因为这个江泽民这个新证据确实非常确凿 是一个扩正价实的假中共地下 解放以前根本没有加入过中国 我相信以后大家会知道的 因为这可以跟江泽民定案 江泽民这个完蛋还是知之可待 8年来的最大的攻击就把这个材料拿到了 不过李嘉平随后失踪至今没有音信 据消息人士透露 他被关押在北京市看守所 今年5月13号 被中共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秘密开庭 一审被判刑10年 目前江泽民的死讯 让中共当局面临如何给江历史评价的问题 李嘉平曾指出 江泽民的问题很多 包括出卖国土 镇压法轮功 贪污腐化等 而二歼二甲这一历史问题 可以成为胡锦涛向江泽民摊牌的突破口 新韩记者长春 李源汉周平采访报道